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又來整理攝影師房間的第二集啦 那原本一集就要把它搞定了 但是我小看了整理房間的困難性 所以我們就來了續集 那第二集我們今天要想辦法把我們後面那個IKEA的櫃子 那個兩排的櫃子 這整個櫃子我們就把它整理乾淨 還有防潮箱 還有這些奇怪的架子 我們把這一區整理乾淨 那我上一集也有說我們整理房間的最大的目標 就是為了要把所有的攝影器材列出來 告訴我自己說我到底有多少攝影器材 然後如果有人想要跟我出器材 我會比較好跟他們說我到底有什麼器材 那我們今天也是一樣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開始整理吧 Yeah 沒錯 我們把我們的櫃子東西全部拿下來 看起來很乾淨 但是我們現在地板上是一個爆炸亂的狀態 OK 我們來個180度大翻面 然後我們就簡單的告訴大家 我們這個櫃子上原本有什麼東西 那我們在這裡有一大堆電池 有這種超大的V掛電池 然後有一些這種 接座 我覺得攝影師也需要多多認識這種夾具的部分 這真的是在室內非常非常好用 那戶外可能沒有到非常實用 那大家可能都會選擇C-Stand 或者是燈腳來使用 那但是這種在室內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你想要夾在一些奇怪的東西上面 也都非常非常好用 這種夾具啊 然後還有這種弓頭啊 還有一些像是拔蠟頭之類的 拔蠟頭叫做Grip Head 就是夾桿狀的東西也非常非常好用 這都我不知道 就沒有一些台灣人在推廣 或者是介紹這些東西 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來到這個角落 那這個角落就有一些垃圾的腳架啊 有單腳架 有電線 有輕腳跟比較重的大鋁腳 就是放比較重的燈可以使用的 來到我們的小小設備區 那這邊就是有很多很多小小的遙控設備 像是有遙控燈光的連接控制盒 然後還有遙控燈光的遙控器 還有遙控燈光的遙控器 還有遙控燈光的遙控器 然後還有專門遙控燈光的手機 就把它單獨出來 這樣子就不會說 欸我的手機還要遙控燈光 還要接電話之類的 那還有一些小小的反光版的配件 還有一些柔光的 還有無線跟焦 還有我們的跟焦環 來到我們最後一個小角落 那這邊就是有一些小的腳架 然後我們的六腳板手 超多六腳板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攝影 會需要用到這麼多六腳板手 但是就是每一個設備 都有不同的尺寸的六腳板手 從一個非常非常大 然後到正常的尺寸 然後到小小小小小 各種不同的六腳板手 你看這每一隻都是不同尺寸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用到這麼多六腳板手 那還有我們的大的板手 然後有了小配件鏡頭蓋 然後機身蓋鏡頭蓋 還有我們的雲台 不覺得很瞎嗎 我們這個只有房間的 四分之一不到的牆壁 竟然可以生出這麼多奇怪的器材 我們那個角落 電池的角落還沒有整理 我們就這麼多器材 真是超瘋狂的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 清點一下我們的器材 那就是看縮屎攝影囉 看來我還是低估了整理房間 跟列器材單的困難性 你看超多器材 現在只有那一個櫃子上面的器材而已 就這麼多 已經列了五個小時了 超瞎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把我們這些器材 好好規劃 然後好好整理的 把它放回到那個櫃子上面 Let's go OK 完成啦 看起來乾淨非常非常多 那我們帶大家看一下吧 一樣我們上面是一個油壓雲台加滑軌 那我們把原本在這裡一捆的電線 把它塞到旁邊去 讓要亂就一起亂 那這邊讓它乾淨這樣子 那夾子一樣後面 那這邊是我們的有電的區域 就是要有電才能工作的 這個雲台我不知道為什麼在這裡 但是這裡是有電的無線跟焦 還有遙控器之類的 那這裡我想說就是 健康乾淨 這裡是我們充電的地方 因為我們的充電線 都在這邊就是Type-C出來 然後就可以充手機平板燈之類的 都可以充 那我們這裡是配件區 就是小小的配件 那還有重型配件區 在這邊就是有一些大的夾具 然後雨傘關節 跟我們的電池 下面就是各種比較長的 可以延伸兩層櫃子的空間 就是腳架、燈架之類的 那下面這裡還有一個就是 神奇的小空間 就是比較不常用的東西 但是有的時候還是會用到 像是比較 拔蠟頭之類的東西 那這個角落呢 就是在改天再來收吧 現在還是亂七八糟的狀態 那但是目前這個櫃子看起來 非常完美 OK 那我們第二集的整理房間 就到這裡為止啊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12點了 我該時間睡覺了 好朋友